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人追求家庭用车的空间 这也是促使市场主流从轿车到SUV 在逐步向七座车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目前七座车市场正在不断发展 面对众多新款七座车型 消费者该何去何从呢 小编告诉你 海马夫美来绝对是优质之选 海马夫美来七座版定位为家用轿车 超值版的售价为7.98只9.68万元 在性价比方面算得上是比较高了 傅美来七座版是基于傅美来轿车赛车级平台达到而来 所以在外观上更偏休闲 内饰方面也是颇具轿车风格 以黑色和棕色为主色调 提升了整体品质 在内饰的细节的处理方面也是继承了轿车的风格 相对于同等价位的七座车来说 不论是材质还是色彩搭配 海马夫美来都略胜一筹 在硬件配置方面 傅美来搭载了1.5T无人增压发动机 6速手动变速箱 并且另外配备了电子手刹制动 动力分配和后预刷等一系列贴心配置 让人觉得傅美来在细节方面 做的算是比较周详了 傅美来另一个亮点之处在于 它的轴距较大 车内空间不敢是在横向还是纵向都比较舒适 完全避免了七座车后排拥挤的缺点 除此之外 傅美来还颇具人性化的增加了第二排座椅可滑动的设计 留给乘客自我调节的空间 不仅人性化而且更实用 综合以上这些可见 傅美来的细节以及性价比上取胜 给人以低调实用的感觉 这也正是普通家庭用车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希望傅美来在家用车市场上 能够越走越远 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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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当然那样是 感觉 一个 动员